今天鱼姐又带大家吃瓜了 今天那鱼又一个甜妹翻车了 在娱乐圈中 有很多我们不为人知的现象 一些女明星仗着自己有背景和流量 会让助理帮忙提鞋 穿脱鞋袜 甚至洗贴身衣 拍戏时嫌井水当要全部用矿泉水替换井水等等 7月8日 一个词条 爆某女星人前甜美人后猖狂 大榜热搜 这个词条主要讲的是 某女星人前和人后的反差好大 甜美不甜 脾气大非常难伺候 甚至嫌男演员丑不肯炒CP 并配出了原爆料视频的截图 截图中 两位业内人士爆料这个小花 存世选秀出道 不仅自己做 团队也做 爆火 结合这几个关键词 本次九十五小花的主角 就可以缩小到赵露丝和余淑欣两人身上 但是因为视频截图中带有 选秀出道 的字眼 而余淑欣也是因为参加青春有你二 正式走进大众事业 在结合余淑欣的小作惊人设 所以广场上的吃瓜群众纷纷猜测是余淑欣 在一个品牌的发布会上 这位工作人员和这位小花的团队打过交道 在经过三次接触后 她发现这位女团甜美出道的女星 人前人后形象不同 人前甜美人后很毒 提醒她这样很容易翻车 品牌出场名单是根据品牌方的标签不同 在品牌内部的重要性不同划分出场次序的 而这位女星团队认为我们明明比她红 为什么要排在她后面 去跟工作人员理论 甚至最后女星本人也为了自己方位出面 瞪着无辜的大眼睛说 哇 为什么是这样 在通知解决不了后 她就称那我以后就不参加了 还有一次是在拍摄的片场 她去年一部戏播的不怎么样 也适合合作男艺人 她认为那个男艺人的方位有高有低 她的方位比男艺人方位高 但在别人眼中都是一样的 因为有宣传炒CP的问题 她就不愿意配合嫌男演员丑 让制片方很为难 再加上宣传团队一般都是外包供应商 这也让供应商很为难 另一位工作人员也表示 她不仅自己做 还想带着她身边的人做 整个团队都很做 和她一起演戏的配角也跟着变得做起来 这些配角受到了导演的批评 称你们想清楚了 人家做是因为背靠某某某 你们背靠谁 称她的行为带坏了圈内的分器 这件事也让两位爆料人员想起精心说过的一句话 小丫头骗子还是两副面孔 有人称 选秀出道的一看就是于舒心 于舒心去年也有并不太火的作品月光变奏曲 但也有人称是赵露丝 赵露丝偷偷藏不住一直在营销 两家粉丝还在评论区里差点答起来 互放对家的黑料 称对方就是那个95后人前人后不同的小花 随后于舒心的粉丝做出反击 原来视频截图中的选秀出道 并不是说这个瓜 而是业内人士统计爆料的 一个选秀出道的男艺人的瓜 那为什么要恶意辟图加到95小花耍大牌这个料中呢 是不是刻意引导大众去认定是于舒心呢 也就是说 原视频中并未提及这个95小花 是通过选秀出道的 再者说 就算是说选秀出道 赵露丝其实也参加过选秀 当时营销 国民党花赵露丝参加超女选秀 颜值顺秒林依晨 才华不输周杰伦 网友纷纷讨论 把本不属于原视频内容的 选秀出道 僻静截图 刻意引导大众去怀疑 知名选秀出道的于舒心 背后到底是谁在操作 想必大家心知肚明 据悉 这个视频的原UP主 还曾夸过于舒心 当被问到 有没有人在你这儿 你觉得特别好聊的 UP主不假思索的回答 于舒心 只要有他在就会很快乐 另外 于舒心是连续好景言 荣德媒体眼中的一人红棒 由此看来 这个瓜的女主角 不管是不是赵露丝 反正不太可能是于舒心 网友还提名了徐梦杰和杨超越 但是两人都没什么爆款剧 背后也都是小公司 二人的可能性也几乎可以排除 所以 你觉得这位甜味不甜的 95小花是谁呢 反正于姐觉得不是露丝 可以说赵露丝是现在很多新生代小花 都望尘莫及的存在 赵露丝的资言究竟有多好 一年五部大女主剧 这边演完 庆功宴都来不及参加 又接连下一场 刚出道就和金圈格格关小童 演对手戏 戏份堪比女主 飞客般出身的她 说出道就出道 出道几年 演的每部剧都是女主 但赵露丝如果放在以前 她绝对不可能活起来 甚至只能演丫鬟 或者恶毒女配 并不是颜值不够 也不是贬低她 没其他原因 就是因为她是圆脸 上镜显胖 自带喜感 一百斤的身材 却长了一百二十斤的脸 并不是那时娱乐圈流行的 尖连苦情 女主 但是她依旧火了 她之所以活起来 全脱了赵丽颖的福 如果不是赵丽颖用包子脸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那么娱乐圈的审美 会一直停留在瓜子脸 卡兹兰大眼睛里 要知道精英女神赵丽颖 可是当了十年的丫鬟 才熬出了头 成为了如今的一线顶流 凭一己之力 改变了娱乐圈的审美 使得娱乐圈 终于摆脱了苦情剧女主 迎来了甜美系女主剧本 赵露丝的出现 颜值虽然不如赵丽颖 但是长相非常的甜美 成功简陋 由于赵露丝的长相 非常契合剧情 稍加宣传 顺理成章就火了起来 虽然都是演的 都是小成本网剧 赵丽颖也不可能看得起 她也兢兢业业的 靠小成本网剧火了 不能选择剧本 却能选择努力 为了演好一场戏 可以来回重拍几十遍 男主还换了又换 如今才二十四岁 她已经主演好几部电视剧 但凡她打磨好演技 未来绝对可期 人在家中做 资源天上来 就算很多背靠资本的童心 都不是她的对手 她不像杨幂 脱口而出一些经典语录 也不像源泉成熟内敛 而是每天都活得像个太阳一样 这种性格非常的妙 异性觉得她好看又不高冷 粉丝觉得她没有偶像包袱 很清静 人们往往都非常喜欢这类型的人 也爱和他们做朋友 因为他们可以给人带来欢乐 虽然在屏幕面前看着开开心心 赵露丝在背后也没少努力 就是那种你身边 你以为她上课开飞机 其实在默默努力 却就不告诉你的同学一样 没有人的成功是一蹴而就的 网剧一解 赵露丝也一样 但是聪明的人 都具备一颗平常心和淡定的心态 陈千千的角色 赵露丝前前后后进了五次剧组 才拿下了这个角色 而且 当时传闻中的陈千千 并不是一部很好的剧 甚至可以说剧情都不能细究 非常雷然 甚至有些明星 都不会接 但是对于新人的赵露丝来说 不管好剧还是烂剧 低成本还是高成本 有戏就努力去拍 赵露丝这么漂亮 和她合作这么多男明星 个个都是颜值爆表的 难道就没有音系深情吗 肯定有过 只不过赵露丝很好地把控了尺度 当你以为我在跟你暧昧 想进一步的时候 她会告诉你只是好朋友 所以每次你们看她和那些合作过的男演员 每次片场都玩得那么好 可是男女之间有蠢有益吗 凭借这种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的行为 所以出道几年 她也硬是没有被垂拾过一段恋情 连吵CP的对象 娱乐八卦也只补分桌影道 八杆子也打不着的洋洋 赵露丝还没火的时候 在一档综艺节目当嘉宾 结果被未成年人当场表白 面对表白 一般女生都会害羞腼腆 但是赵露丝却完全没有 甚至不愿意男孩子继续表达 一直眼神暗示 我想她当时一定是 怕男孩破坏她第一次节目漏镜 毕竟以后想进军演艺圈的 由此可见 赵露丝的异性言非常好 长相是很多男生喜欢的一款 一旦撒娇没有男生能受得了 赵露丝的性格 只给人一种大大咧咧的感觉 但是这种女孩的内心 也性格截然相反 内心极其细腻 非常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不需要什么 好啦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